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台湾的媒体爆料 台湾所谓的防长邱国正的儿子召集嫖娼 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很简单 这是个大好事 因为这代表着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台湾的所谓的防长 即将要下台了 而且大家看清楚这个新闻 看清楚邱国正到底得罪的是谁 大家对于台湾的未来也会有所判断的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 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大家看清楚了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大家也就知道台湾的那个未来 大家其实也就能够看清楚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邱国正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任 台湾的所谓的防长啊 那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那邱国正到底犯了什么样的一个事 都不得得罪了别人 然后的话邱国正身上最大的争议啊 大家就要看到3月7号3月8号这两天台湾到底发生了哪些新闻 然后3月7号3月8号的时候正是金门恶性撞传事件导致两岸关系特别紧张的一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邱国正竟然放出了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啊 第一个消息啊 是邱国正亲口说出来的 第二个消息是邱国正所掌控的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国防部放的一个新闻稿 这两个事情都特别的一个重要 对于两岸如果说控制不好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一个影响啊 这个第一个消息啊从邱国正嘴中所说的啊 就是关于第一机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重新界定了一下啊 这个我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什么时刻啊 可以啊 可以开始开打第一机 什么时刻呢 只要是有人的这个舰船 有人的这个飞行器 飞机穿越了一些边界 哎 我就可以对对对你啊 开始开展第一机 你看邱国正当时说的这个话 硬不硬 而且邱国正说完这个第一机 引发了很多的媒体的讨论啊 包含台湾岛内的媒体都在讨论 而且当时台湾岛内的媒体还给邱国正按上了一个外号 叫自走炮 什么叫自走炮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也就是没人指挥你 你自己到处开枪放炮啊 其实这也就代表着什么呢 邱国正讲出来的这些话 他代表的到底是谁 是他自己呢 还是民进党所谓的这个政府呢 如果他能够代表民进党所谓的政府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替邱国正背书啊 邱国正讲完这个话 对不对 讲完第一机之后 又玩了一个更硬的一件事 也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啊 邱国正掌控的这个国防部 然后放出来的一个新闻稿 更加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是新闻稿 他不是所谓的台湾的军方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命令 军方的一个命令 他不是他是使用新闻稿的方式 放出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啊 下放权力 下放开火权力 下放给第一线的指挥官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军方第一线的指挥官 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火 先有了第一机 对不对 只要你越线了啊 我就可以开火 我就可以第一机 然后就有了什么呢 谁决定啊 什么时候开着第一机呢 第一线的指挥官 邱国正啊 这样去玩 全世界你都找不出来 有军人敢这么干的 对不对 然后开火权交给啊 第一线的指挥官 第一线的指挥官 基本上都是基层的军官呢 一层的军官 一个排长 一个连长 一个营长 就可以决定啊 打一场大仗 全世界你找不出来 邱国正就敢这么玩 然后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特别的一个诡异啊 如果你说这是啊 所谓的民进党政府 要跟大陆拼了 要跟大陆此刻 按照常理而言 他应该改变一些啊 比如说啊 这个台湾军方的一些命令啊 一些一些新的指示啊 放到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军方的作战手册里面去 结果呢 然后是邱国正用嘴说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是邱国正掌控的所谓的这个国防部 使用新闻稿的方式来发出来的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 然后的话 是蔡英文给这个邱国正背书了 还是啊 这个赖清德给这个给这个邱国正背书了 都没有 对不对 都没有借着这个第一级说 哎 我们支持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对不对 感谢邱国正 对不对 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要把开火权交给第一线的指挥官 你看看蔡英文跟求 跟赖清德哪一个出来说了 更加有意思的是 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国防部的啊 这个副啊 副部长 对不对 出来解释了 对不对 啊 关于这个第一级越线的这个问题啊 然后到人家出来解释什么呢 啊 这个越线了之后 我们也得判断 判断什么呢 啊 假如他要投诚呢 对不对 对岸的这个飞机飞过来 他要投诚 我们能开火吗 不能开火 你看起来啊 表现的啊 说这个话很硬气 对不对 说竟然 竟然说解放军的这个飞机过来投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但是的话 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是为邱国正讲的那个话 给他挡回去了呀 对不对 邱国正说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越线了 哎 我就可以开火 我就第一级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呢 哎 副部长出来说啊 不见得开火 没准人家来投降 大家明白这话里的意思了吧 其实更加有意思的是 三月八号这一天 三月八号这一天啊 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行政院的院长 陈建仁 然后来到了这个啊 台湾的立法院 然后讲了一通话呀 讲的是什么呢 跟这个邱国正相关的 这个啊 陈建仁啊 表示啊 他要再次的强调啊 我们的国防部啊 一直都在加强 我方 自我防卫的能力 哎 大家评一评 这句话什么意思 自我防卫 谁让你进攻了 谁让你第一级了 你要做的是什么 是自我防卫 听得懂吗 哎 大家发现没有啊 台湾的行政的单位 与台湾的军方发生了矛盾 对不对 人家邱国正 以及啊 邱国正掌控的国防部 多硬啊 过线我就第一击 对不对 然后过线我就开枪 谁决定开枪 第一线的指挥官 排长 连长 营长 这都可以啊 决定开枪 对不对 我们说打就打了 结果呢 第二天 多一天都不等 陈建仁就冒出来了 你国防部干嘛的 自我防卫呀 谁让你打了 不仅如此 这个陈建仁还提到啊 说啊 这个我们台湾跟大陆呢 我们双方要来继续努力 我们也会加强跟大陆来做好 更啊 更好的对等的沟通 来确保台海的稳定 陈建仁讲这个话 讲什么稳定啊 前一天 你的所谓的防长在那聊第一击 在那聊下放开火拳 第二天他说稳定 第二天他说自我防卫 大家还品不出来什么味道 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那个问题啊 为什么蔡英文赖清德 不为邱国正背书啊 对为什么啊 邱国正说的这些硬文话 一个是来自于邱国正的嘴里边 第二个竟然是来自于邱国正掌控的 国防部的新闻稿 你应该下放到作战手册里面去啊 新闻稿管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你是赖清德 你是蔡英文 你如何看待邱国正 对不对 你这叫什么行为啊 你不听命令 你不听指挥啊 为什么台湾的媒体给邱国正安了一个自走炮这样的一个外号啊 对不对 你自己到处开枪放炮啊 你不听指挥啊 你走到哪 你开 你开炮开到哪啊 对不对 你伤害的是谁的利益啊 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嘛 然后如果说两岸真的是开枪放炮了 真打起来了 按照两岸的实力而言 台湾岛很多的产业必然灰飞烟灭啊 新台币废纸一张 影响的是谁啊 台湾岛的啊 人上人 门阀士族 地方派系 高级的外省人 新兴的企业家 尤其是以门阀士族为主 四百年的家业 一夜之间毁于一旦呢 对不对 你这样折腾事 然后折腾的还没有任何的道理 没有任何的缘由 莫名其妙 你就开始自走炮模式了 莫名其妙 你拿这个新闻稿 你说要下放 开火拳 连掌 排掌都可以啊 然后引起一场战争了 对不对 你伤的是谁的利益啊 对不对 台湾岛的人上人 四百年的家业 啊 让你这一句话 一个新闻稿 一夜之间就得毁于一旦 那不弄你弄谁啊 为什么邱国正啊 现在的状态表现的好像跟这个蔡英文 跟这个赖清德 他观点不一样 跟民进党政府 他观点不一样 就像啊 陈建仁在第二天就做出来的表态 对不对 我们要确保台海的稳定 我们对不对 我们要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 对不对 明摆着这路数完全不一样啊 邱国正这是在干嘛 对不对 邱国正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只是单纯的一个自走炮吗 他是性格上所导致出来的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如果是一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他不可能混到所谓的防长这种级别呀 那你到底是在为谁做事啊 台湾岛的利益你不管 你是啊 这个民进党任命的这个官 对不对 你也不管民进党的赖金德和蔡英文 你只管自己啊 想说什么说什么吗 你是个小朋友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邱国正 对不对 老汪子一个呀 他也不是个小孩啊 说话也得负责任呢 你为什么搞这种事啊 对不对 而且邱国正搞的这个事 还不像是头脑一热做出来的 为什么呢 他第一天讲第一机的时候 对不对 他是用嘴讲出来的 在所谓的所谓的立法院里面 立法会里面 然后的话啊 来说出的一些言论 可是呢 第二天呢 你的台湾的所谓的国防部 新闻稿发出来下放开火拳 对不对 你这是明白着有节奏在搞事啊 假如说啊 这个邱国正啊 做的这些事 真的是实现了两岸莫名其妙啊 打起来了 对不对 打起来之后 符合谁的利益啊 大家把这个事想明白 为什么我最开始跟大家讲 邱国正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任啊 台湾所谓的防长啊 美国要的是什么 当刺猬当豪猪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在啊 这个金门恶性撞传事件之后 跟大家聊过美国人的态度 美国的两个智库 然后出来发言 向台湾喊话 你要有所作为 对不对 台湾你要有所作为 你要有反应 你要有强大的军事反击能力 这都是台这都是美国的智库 向台湾喊的话 美国智库喊的这个话 什么意思 啊 你民进党 你要想解决台湾海峡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危机啊 你得有反应 你得硬起来 其实讲白了 还是当刺猬当豪猪 你要去干 你要有反应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要有所作为嘛 你要做呀 你不做哪行啊 你不做 你的危机就会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的智库 讲出来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人希望台湾这边开枪放炮 原因很简单 之前就跟大家聊过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如果说台湾能够消耗掉啊 大陆一定的实力 对于美国来说是好事 美国现在对不对 消耗到两场战争当中 一场是啊 俄乌冲突 要花钱 要花武器 第二场呢 是中东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国既得给这个 以色列钱 也得给以色列武器 不仅如此 美国自己的军舰 航空母舰 还在跟这个野门呼赛武装对轰 对不对 美国深陷两场战争 你中国你最好你也打仗 消耗你的一个实力 而且呢 只要打起来了 不管打成什么样 对不对 美国满世界去喊 然后呢 台湾湿山血海 对不对 血流成河 美国必然这样去说 中国好坏 中国好可怕 解放军太坏了 美国必然要这样去做 都得满世界遭见中国人 这就是美国人想要干的一个事情 不仅如此 还有更加直接的一个利益 台积电 只要打起来了 美国人之前就讲过嘛 只要巫统开始了 你中国你得逞不了 我们美国先把台积电炸了 美国为什么要炸台积电 炸了台积电 台湾的芯片产业就没了嘛 台湾的芯片产业没了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没了 有利的是谁 芯片与科学法案嘛 2030年美国要成为 世界第一位的芯片制造大国呀 对不对 美国要自己生产芯片 谁是他的竞争对手啊 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台积电呢 炸了台积电 美国最大那个竞争对手没了 而且因为两岸打起来了 台湾人要走 台湾人要跑 谁愿意生活在战火当中啊 尤其是台湾的台积电的这些工程师 去哪啊 美国人马上开飞机 对不对 不管是拿着枪还是拿着刀 顶着你也得把你顶到美国去啊 对不对 脱家带口 你家小都不见得给你带 工程师反正先去美国再说 对不对 然后工程师去了美国 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业 起码有了人才了呀 对不对 对于美国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利益呀 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希望台湾这边 对不对 开枪放炮 你要有所作为 你要当刺猬 你要当豪猪啊 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这个 有利益 所以说邱国正做出来的这些事 两岸如果真的是开枪放炮了 捕合谁的利益 对不对 当然了 我当然是希望啊 邱国正就是一个老糊涂 老帮子 脑子啊 这个啊 不好用了 邱国正自己都说啊 睡不好觉 对睡不好觉 你脑子不够用了 是吧 这么大年纪了 一点思考能力都没有啊 做的事情也不像是啊 这个啊 一时热血上头啊 说出来的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话 因为他的国防部发行稿啊 明摆着一看就是有准备的 你邱国正做的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 邱国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真的是可以慢慢去看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这样去做 然后的话 而你不听民进党的话 对 你不听蔡英文赖清德的话 而且还让蔡英文赖清德到最后替你擦屁股 沉溅人的讲话吗 对不对 替你啊 替你这个邱国正擦屁股 那你得罪谁了 你邱国正得罪谁了 你得罪的是民进党了 对不对 邱国正的儿子召集嫖娼这个事 出现的时间点 以及出现的状态都特别的怪 据台湾的媒体爆料啊 邱国正儿子召集嫖娼的啊 这个照片啊 还有手写的一些东西啊 还有啊 录像啊 对不对 还有自拍 拿着所谓的健保卡在那里自拍啊 就这些资料 特别的一个周全 特别的一个齐全 他不像是啊 忽然之间谁得到了某一段啊 视频 某几张照片啊 发给这个媒体去爆料 然后他特别像 捆备的特别好的一些黑材料 对不对 证明身份的有啊 邱国正儿子端着自己的所谓的健保卡啊 自拍的一张照片 对不对 照片也有啊 这个办坏事的时候 照片也有 办坏事 办坏事的时候 录像也有 录影也有 对不对 然后全部都发给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媒体给他爆出来 对不对 特别的周全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有人要搞邱国正了 谁要搞啊 对不对 你伤了谁的利益啊 两岸真的开钱放炮 台湾岛上的人上人的 那么百年的家业一夜之间毁于的 你要毁别人的四百年的家业 那别人别人跟你报个料 那都是发善心 对不对 还给你留着一条人命呢 对不对 你毁人家四百年的家业多少代人呢 对不对 这台湾的这些大家的士族 那一个大家族多少个人口啊 对不对 你这一件事搞出去 人家这一家子啊 一家子人的命就得啊 就得陷入到战争当中 对不对 凭什么呀 人家给你留着这条命啊 都算是人家真的是佛心来的 不悲心 讲到邱国正到底得罪了谁 讲到邱国正为什么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任台湾所谓的防长 然后咱们再看台湾的未来 对不对 大家也就清楚台湾的未来即将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包含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新闻 那就是啊美国的副国务卿啊 这个坎贝尔与中国的这个副外交部部长 这个啊 马昭旭啊 然后通话 通话了之后呢啊 不欢而散嘛 从双方的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的讲话 讲这个事情 以及中国外交部的啊 这个新闻的通道 一对比一看 双方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啊 然后呢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 对不对 不欢而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因为里面提到了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因为中国没有必要跟你美国谈 所谓的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了 跟你美国无关 你美国少跟我在这废话 但是我跟大家讲了 美国啊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坎贝尔 为什么这样去玩 因为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鹰派 外号亚洲沙皇 对不对 他必然要采取一些啊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的一些动作 要主动挑衅中国大陆 那挑衅中国大陆 中国会让他挑衅吗 从这双方的通话打解坑 也可以得出那个结论 中国理都不会理你 对不对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有本事真刀真枪亮一亮 结果呢 美国也不敢真刀真枪 他连台湾问题 这四个字都不敢提 连台湾两个字都不敢提 他仅仅敢提的就是台湾海峡 台海这几个字 台海要和平稳定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敢提台湾 因为提台湾问题 就直接带来的是中国主权的问题 你美国碰中国主权 碰的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而且你美国的一中政策 你还遵不遵守 你不遵守 是吧 那我中国想要怎么跟你折腾 就怎么跟你折腾了 因为你碰我的主权 你伤害我的主权呢 你伤害我领土的完整啊 但是大家也就可以看到 美国人那种既想挑事 但是又是小心翼翼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呢 他面对中国很强硬的一种姿态 对不对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扎不着便宜 他怎么办 他必然会对民进行施压 对不对 他必然要借着台湾问题 要搞事情 要挑一些小事端 那最好能够让领岸 发生一些什么问题 从而能够让美国的利益 得到满足吗 对不对 接下来台湾将要如何选择 其实从邱国正这个事 大家也可以看到 民进党会完全的听 美国人的话吗 对不对 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个啊 一任台湾的所谓的防长 现在看起来要被搞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国要搞事情 你还能靠谁搞呢 对不对 你美国要搞事情 你伤害了台湾的人上人的利益 那百年的加业 对不对 你伤害了这些人的四百年的加业 那你美国就会是什么 你美国就会是那个敌人了 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保台积电 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宣传 一纳米两纳米要在台湾生产 包含最近在宣传 拼命的宣传 对不对 台湾要发展AI的产业 对不对 我们要在AI做大做强 再转辉煌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其实就是为了保台湾岛的利益嘛 对不对 台湾台湾最后的一个好产业 芯片制造业 如果被你美国人弄走 对不对 其实就跟上台湾的这些大家族 一夜之间 他的家产 他的家业 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台湾要损失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产业 新台币就就变废纸一张了 台湾还有什么呀 啊 种种种点水果 打点鱼 搞这些产业吗 这些产业值几个钱呢 芯片制造业之前呢 被美国人弄走的话 大家都没活路啊 所以说民进党一直在顶着美国人的压力啊 然后包括啊 美国人一直在喊话你台湾要当刺猬 要当猴猪对不对 为什么民进党到现在为止也没当刺猬 也没当猴猪啊 尤其是啊 很重要的啊 这个蔡英文啊 关于啊两岸的一个政策 尤其是军事方面这个政策 两个词啊 备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 对不对 这这两句话吧 这两句话大家看清楚了吗 他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备战 对不对 要的是硬战 备战硬战都是被动的一种模式啊 也就是我民进党绝对不挑战 就是这种姿态 那如果台湾岛民进党不当刺猬 不当猴猪 那美国的利益如何得到那个满足啊 对不对 美国一直现在在台湾问题上 就是一种欲求不满的一种状态 现在美国有了一个所谓的鹰派的一个啊 副啊 这个国务卿坎贝尔亚洲的沙皇 对不对 要玩这种啊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然后的话 他的态势必然也会啊 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激进就会越来越逼着台湾当那个刺猬 当那个豪猪 那美国人与民进党那个关系 未来会越来越好呢 还是越来越差呢 再讲到最近的新闻 马英九要来大陆祭奠 宣言皇帝 对不对 民进党真的是反对了吗 无论是所谓的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 还是所谓的那个陆委会 不都是第一句啊 我们表示尊敬吗 我们表示尊重马英九的这种行为 民进党为什么这样去做呀 对不对 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呀 你美国人就继续的折腾 你越折腾 台湾越越往这边来倒 为什么呢 靠着你美国人 你美国人把台湾是吃干妈净啊 为什么呢 芯片与科学法案呢 美国人越依赖美国人 美国人就会越啊 对于台湾有所需求 你依赖我美国是吧 那你把台积电拿过来 对不对 你把台湾的芯片制造业拿过来 因为你对于我美国有需求啊 那怎么办呢 对于台湾 对于民进党而言 对不对 那只好往大陆这边躲一躲 为什么要往大陆这边躲一躲 大陆也不好得罪啊 将近40%的进出口 依赖整个大陆的市场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的大陆如果生气了 贸易壁垒审查一来 你台湾的这个经济 也强不到哪去啊 这才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那怎么办呢 最简单 那个解法嘛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嘛 谁利益更大一点呢 对不对 谁的这个危害更大一点呢 对不对 更小一点呢 这一点大家如果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台湾往哪个方向去走啊 哪边的利益更大 一边是要台湾的产业 要台积电 越往这边躲 越往美国靠近 美国越要台湾的产业 对不对 然后越往大陆这边来躲 跟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 台湾的经济会往上去走又 对不对 毕竟 然后对于大陆的这个市场的依赖 是将近40% 对不对啊 啊 跟谁好 跟谁好利益大 对不对 得罪啊 或者说啊 得罪谁啊 那更严重一点呢 得罪美国人 美国人只敢有小动作呀 美国人敢公开的在那说啊 我要借着台湾问题 我跟你打仗吗 台湾一定得去打 美国人现在敢这么去说吗 又不敢 你就看坎贝尔 跟这个马昭旭的 这个这个通话呀 就明白了 他最多也就是提台湾海峡 会不会稳定 连台湾问题这四个字都不敢提呀 对不对 他也只敢搞这个啊 这个暗面的私底下的就这种小动作 公开的与大陆对着来 美国都不敢 对不对 谁更可怕一点 对于台湾岛而言 美国跟大陆谁更可怕一点 得罪大陆是吧 大陆连无人机 连0505 052 对不对 这个航母 殲20这些都不用 远程火箭炮就把这个台湾岛覆盖了 谁更可怕一点 对不对啊 台湾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从邱国正儿子 召集嫖娼这个新闻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讲到这的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会啊 质疑啊 照你老五所说 民进党难不成通了共了吗 天下他何人不通共了 好玩当然可以这么讲 但是大家记住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两利相权取其重啊 谁对他的利益 更加的重要呢 谁更加可怕一点呢 大家把这个事情想明白 大家就会得到那个结论呢 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呢 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好玩喔 谢谢啊